日前2013北大新生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奖堂举行 美籍华裔作曲家韩勇周邀专为北大创作了一首表现大学生精神 情操和梦想的交响序曲续日 首次为北大新生音乐会创作序曲的韩勇表示 反对目前只为迎合市场的创作 作为一个艺术家 应该既考虑到听众的现有的接受能力 又要高于他的这种接受能力 让他能够通过听这样的音乐 也可能一次不行 两次听两次三次 逐渐逐渐提高他的艺术修养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做到的 不能仅仅是迎合 如果仅仅是迎合的话 那我们水平永远是提不高的 据了解北大历年来一直举办各种规模和类型的交响音乐 作为向诗声传播推广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的手段之一 但以往演出的曲目都是中外的经典名曲 原创作品匮乏 为此他们可求有直接体现大学生风貌的原创作品登上北大舞台 经反复构思 受邀的韩勇完成了一首七分钟长的交响续曲续日的创作 15日晚音乐会在全场2300名北大新生的热烈掌声中完美落幕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